今天维师得知一个悲伤的消息 韩国围棋高手李士时在与机器人阿尔法狗的对齐中竟然输了 可怕吧 更可怕的是中考中也有一类经典题型 名叫程序运算 接下来随着维师一探卢山真面目吧 如同所示 若输入的X大小为4 那输出的Y等于几呢 顺着留成算呗 4加上3就得到输出7 好了 如果再多几步流程 那就多算几次呗 加上3等于7 而7的平方等于49 最后49再减去5 就是输出的44 怎么样 一路到底的会了吧 那咱难度升级 来个有差道的 如同所示 如果输出的X大小为5 那输出的Y等于几呢 站在分叉路口 看看路牌 5是基数 所以走这边 也就是加上3 得到输出18 那输入X如果换成4呢 好吧 4是5数 看看路牌 那就得走这边 也就是乘以1分之1 得到输出12 看来有分叉路口 也不过如此嘛 别得意 还有个中西大boss 他把输出的结果 作为新的输入 构成了一个回路 妈呀 这计算可就永不停止了 如果输入还是5 那第2011次输出的结果是多少呢 这2011次 难道要一路含泪死算吗 没办法 先算算看吧 输出的5是基数 所以走这条路 得输出等于8 而8作为输入 它是偶数 所以走这条路 可得输出等于4 为了方便计算 咱列出一张表 接着结果4 就回路再造 因为它是偶数 那就乘1分之1 得到结果是2 这个2接着回路 作为偶数 继续乘1分之1的老路 得到结果是1 它再返回输入 这回终于要变天了 1是个基数 那就得加3 结果为4 算到这里 真要算2011次吗 不想死算的话 就要注意观察总结 这个结果4 前面出现过 这是要循环的节奏吗 验证下呗 把4继续输入 因为是偶数 所以乘1分之1 得结果是2 它果然跟前面一样 这有戏啊 继续验证 把2带入输入 它是偶数 所以乘1分之1 得结果是1 跟前面一对比 果然是循环啊 那后面 肯定要历史重演了 保持三个一周期 那怎么利用这个周期性 求第2011个结果呢 你看 除了开头的结果是8 后面的2010个结果 都在周期里 那根据周期问题 余数为0 也就是没有剩余 那最后的结果 就是周期里的最后一个 所以答案就是1 好了 为时要来总结一下了 在程序运算中 就是顺着箭头计算 如果遇到分叉 那就判断清楚方向 如果遇到复杂的循环 那就一定注意 要找规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